美国就是这样 明明是自己要去求人家 结果还要摆得高姿态 也希望大陆给他一个台阶下 你有病啊 对吧 就你们没资格 我都不吃你这一套 拜登就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了 不祥的味道 不祥的预感 哎呀呀 这个就危险了 美国现在它需要的是更快速的 要加快的 要海外的资金来回流 来更快的重新进入降息的周期 因为它有加息跟降息 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 如果按照正常来讲 它是不具备加息条件的 但是我们说过 它其实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 所以它希望更快的资本回流 而且它希望要尽快的进入 新一轮的降息的周期 否则美国自己的经济 其实是受不了的 那目前呢 我们估计来看 美联储这一轮的加息 预估会在今年的年底 到明年的年初结束 基准利率呢 有可能会超过3% 甚至呢可能会到3.5% 好 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 它要尽快的进入到 下一个降息的周期 才是对自己最有利 那进入到降息的周期呢 在国际的市场 它就需要更多廉价的资产 供它来购买 对吧 就是它需要 从各个地方来割韭菜 但问题来了 就如果全球的经济 没有那么多的危机 没有那么多的廉价资产 来供美国割韭菜 没有让美国来收购 那这也会让美国加息 加了个季末 对吧 你本来是要去割韭菜的 但如果说 人家没有韭菜给你割 那美国加息还有啥意思呢 美国 那它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要接着看说 那这一次6月份的加息 那到底过一阵子 它的通货膨胀数据 到底有没有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拜登就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了 如果他不想要 这个其中选举失利 他就只剩两条路 第一条呢 他就必须要取消 对大陆的不平等的关税 美国先前其实有专家预测 你完全取消大陆的关税 你可以让通货膨胀 大约下降1.3到1.5% 那虽然现在通膨是8.6% 那降了1.5好像没啥用 但是呢这是至少还有点用 至少还有点用 至少你可以让美国人觉得说 你看那真的有在下降啊 那拜登可以说 你看我们有在努力啊 那如果你都不努力的话 那你接下来万一到9%到10% 那怎么办 所以5月份开始 拜登就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考虑取消对大陆关税啊 就考虑来考虑去 怎么一直都没有实施呢 第一个呢 他当然是先喊一喊 测试一下国内的反应 毕竟呢 美国有一些自尊心在啊 开玩笑我全球霸主耶 开玩笑我是反华老大 反华总教头啊 结果反华总教头 要向大陆低头 那他只是要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人骂他 结果真的有不少人骂他 这种政治上的鹰派 那第二呢 他也是要跟大陆谈条件 你看这个美国就是这样 明明是自己要去求人家 结果呢还要摆得高姿态 拜登一方面呢 要取消这个关税 但是他也希望大陆给他一个台阶下 或者是拿回一些什么东西啊 或者呢是到国内好交代啊 到美国国内好交代啊 就交换一下嘛 或者呢就干嘛 打台湾牌了哦 就是勒索一下大陆啊 希望大陆能够给个面子啊 结果大陆呢 当然是不肯给这个面子啊 大陆外交部的原话叫做 必须无条件取消 对吧 本来就叫做不平等关税 对吧 你好我们好端端的做生意 结果呢 你骂我们 然后呢 你给我们加关税 现在你要取消关税 你还要我再给你好处 你有病啊 对吧 用你们没资格 你实力的地位出发 来跟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大意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种关税啊 你照着念 你自己买单 因为反正呢 对大陆人呢 没啥影响 所以就看啊 这个 拜登 到底呢 愿不愿意把这个关税 给取消 取消的可能性还是挺大 但是呢 就不会是全面 而会是部分 否则现在通膨8% 那未来如果到了9% 到了10% 嗯 美国愿意干嘛 当然不干 所以应该会取消 但如果取消啊 他总是会有些 其他的一些手段 来营造说 美国还是很给力啊 什么大陆屈服啊 还是会制造一些 这种大内圈啊 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 那就只剩下 第二条道路啊 就是制造动荡 来帮助美国经济 哎呀呀 这会是危险啊 对啊 如果美国加息 如果美国 不取消对华的关税 他没有办法解决 自己的经济问题 那怎么办 他就只能够制造 规模更大 还是全球都要动荡的 这个地区战争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战场是哪里 那当然就是 整个欧亚大陆嘛 只有欧亚大陆 才有足够的钱 来帮美国的经济 来做这个 嗯 辅佐 所以美联储加息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孕育着一种很不祥的味道 很不祥的预感 那就是在对外输出战争 或寻求军事冒险的信号 因为在过去来 美联储开始加息 往往也意味着 战争开始打响 这也是美国内部主战派 鹰派占的上风 他们必然会寻求 对外输出战争 和军事冒险 所以从未来中期看 东欧 中东 东亚爆发 军事冲突的可能 和危险点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俄乌战争三个多月了 战争规模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包括波兰 白俄罗斯 都有可能会再卷入 而且美国本来就不希望 战争那么快的停下来 所以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和整个形势所决定的 所以 美国现在最希望是什么 你看他透过俄乌战争 他从金融上 已经收割了欧盟了 那 他现在最希望 就是要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好让资本全面回流美国 挽救美国经济 那怎么把中国大陆拖下水 美国就几个方式可以做文章 所以他一直在寻求 要制造中国大陆周边的战争 所以你看近期呢 这个朝鲜半岛啦 我们台海啦 南海啦 和中印都是美国的挑试点 但相对来说 南海和中印的冲突几率比较低 因为呢 南海的菲律宾不上当 印度的莫迪政府也不上当 但现在呢 东亚的情况很危险 第一个是日本 你看美国就怂恿日本 宣布把台海 纳入什么军事保护范围啦 然后呢 这个什么 如果中日陷入战火 那美国显然渔翁得利 第二呢 就是韩国 韩国的这个首尔盖世太保隐席 入住青瓦台 接下来他就可以在美国的遥控指挥下办事 他是另一个版本的泽伦司机 是美国的提线木偶啦 所以现在又在讨论什么 萨德啦 部署战术的核弹啦 那很有可能 也会引发未来中韩的争端或者是战争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当然就是两岸 台海嘛 美国就不断的刺激民进党 透过踩踏红线的方式 逼大陆提前动武 并以台海战争为由 放大舆论 炒作 然后呢就制裁中国大陆 拉动全球制裁 造成中国大陆的经济啊 和出口结算啊 然后呢 哇 被制裁的一个假象 就惊吓中国大陆的资本 就像俄乌战争一开始啊 欧洲和俄罗斯的资本 都受到惊吓 糟糕打仗啊 大陆跑到美国一样 所以呢 美国也是希望 哎呀他只想说你看大陆要打仗啊 大陆的钱呢 通通都跑到美国去 所以美国掌握全球舆论霸权呢 他显然可以把这种事情 他的金融影响力 发挥到极致 因此呢 东亚爆发冲突的概率啊 正在增加 所以东欧冲突可能会进一步 而且呢 东亚爆发的冲突的风险啊 也正在增加 那这一切的一切啊 都考验着 这个领导人的智慧跟实力 所以呢 我们其实是 身在危局当中啊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 我们中天的网友哦 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